大家好,今天我蒸了一锅双色豆沙包 不用提前发面,蓬松暄软,好看好吃,一起来做吧 300克面粉中加入3克酵母粉,搅拌均匀 加入170毫升温水,搅成絮状 揉成中度稍软的面团 揉到光滑细腻,移到揉面垫上,分成两等份 把其中一份按扁 加入1.5克鲜仁长果粉 先把它包起来,然后揉均匀 揉成这样的粉色面团 切下一小块,约12克左右,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把大面团搓成长条 先放到一旁 再把白色面团也搓成长条 将两条并在一起 再搓一下,搓圆 分成大小相等的面团,我分了12个 揉面垫上撒一层干面粉 取一个面团,切面朝上,用手团圆,按扁 然后擀成边缘薄中间厚的面皮 放入团好的豆沙线 像视频中这样,左捏一下又捏一下 这样一个包子就做好了 接下来取出粉色的小面团,干薄 用模具压出花朵 面团偏软会有一点粘 用牙签把它取下来 然后压上纹路 背面粘水把它固定在包子上 中间压一下,这样花朵更加立体 最后来做花蕊 先把面擀薄,切成细长条 六七根为一组,把底部捏紧 放到花朵中间,用牙签固定一下 全部做好后,放入蒸锅,开始醒发 醒发至1.5倍大 按压能立刻弹起来就可以了 开火,水开计时蒸12分钟 煤2分钟,出锅 这样我们的双色桃花包就制作完成了 春暖花开,给家人做上一锅桃花包 既好看又好吃,家人都特别喜欢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 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